因应梅雨以及讯奇的到来,高雄市长陈局安排视察古山以及严城一带的防洪水利工程。 陈局强调市府斥资9亿元,全面提升市区17个抽水站的功能,并且改善区域排水。 预计整体工程将在明年完工,其中南北大沟抽水站将在今年9月底前完成,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。 高雄市去年受到台风豪雨影响,造成市区多出淹水,其中以严城古山一带,因为地势低洼,再加上受到满潮及强降雨影响,积水严重。 市长陈局15号前往严城区南北大沟抽水站,视察严城区及哈马新地区的防汛准备工作,希望透过提升抽水站功能,降低淹水灾害的发生。 影响我们这个抽水影响很大,我们整个淹堂、高山、高雄市区这些淹水的问题,我们在这边将中央准处。 陈局贝尔市市府向中央争取经费9亿元,全面提升市区17个抽水站的功能,并且改善区域排水情形,减少淹水发生的机会。 这边将中央准处,并且改善区17个抽水站,移动市的抽水站,差不多并且改善区域排水、水利署领备4千多。 陈局同时也在现场听取水利局整体防汛准备情况,并且指示水利局尽速完工,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。 水利局表示南北大沟抽水站预计将在9月底前完工,加入防汛行列,其余大疫新乐抽水站等工程也将在明年初完工。 这个赶潮带,我们必须要去做一些新的地质改良,因为地下水位非常高,那整个工期有延误,那我们还是预计在下半年这个工程会完成,能够希望在8月左右,能够在汛期之间,能够发挥它的功能。 水利局表示,沿城区排水系统共有七咸、新乐、大疫、南北大沟等四大分区。 另外,古山区哈马新一带,则以哈马西级新兵抽水站为主。 水利局向中央争取经费将在哈马新古坡街、古园街设置两座简易抽水站,预计明年讯期前就能够完工启用。 党都新闻林亭阳王思武采访报道。